花蓮市公所和遠東百貨花蓮店 這個元宵假期一連兩天 是舉辦了熔年吉祥會登區的活動 現場發送限量的熔年提燈 還有闖關彩燈迷票選人氣彩繪燈籠等 舞台上更是一連串的精彩表演 吸引了不少民眾到現場去過元宵節 24號晚間雖然下著毛毛細雨 但依然抵擋不住民眾熱情 在遠東百貨花蓮店和平廣場上 激滿人潮 花蓮市公所與遠東百貨花蓮店合作 從24號晚間開始一連兩天 辦理熔年吉祥會登區活動 現場除了邀請到客家金曲歌手徐世慧帶來演出 也安排一連串客家特色精彩表演 一旁攤位更是吸引不少親子參加闖關 拆燈迷票選人氣彩繪燈籠 而現場還準備了紅豆湯圓 提供給闖關幸運觀眾獎項的民眾 祈求新的一年能夠圓圓滿滿 已經連續了第八年 我們在這邊辦理元宵的燈會了 我想在未來我們是不是能夠規劃更多的一些 我們有關傳統的一些節慶的活動 我們都會來努力 在這邊要特別感謝市民代表會 李政維主席黃大翔副主席 以及所有的代表在我們不管是任何活動都會給我們鼓勵 那在預算的這部分我也會提醒我們 那我們希望活動越辦越好 那最後也要感謝我們的地主我們的遠東百貨黃店長 然後大力的給我們支持 遠東百貨花蓮店這次也限量發送1000個手提燈籠 時間還沒到 攤位前已經排出長長人籠 索取民眾超踴躍 我們提供了我們的燈籠 然後來給我們的花蓮鄉親 希望我們花蓮的鄉親在隆林的最後兩個假期 能夠好好的過好隆年 隆年行大運 25號的活動將結合天穿日 休養生息的概念 鼓勵民眾如數就地球 特別召集25組特色蔬食及文創攤位 一整天從下午3點開始熱鬧到晚上8點 精彩表演不間斷 歡迎民眾一同前往逛市集 看表演度過愉快的週末時光 記者 徐立晴 花蓮視報導